抽脂后的水肿要怎么处理 医生会怎么建议 抽脂后水肿最常会发生在 腿部 特别是大小腿抽脂的时候 各位可以想象 因为抽脂完 我们身体里面还是有接受到一些破坏 身体就会产生 比较大量的组织液 因为重力的影响 抽大小腿的时候 下肢会特别的肿胀 要怎么样让这个肿胀可以降到最低 听医生的衣嘱 术后一个月内 随时要穿的束胜衣 因为有束胜衣的这个加压 可以把这个抽脂中间的空腔能够减少 那组织液就不会再一直渗漏到这个空腔中 除此之外 不要说一抽脂完就到处的活动 还是最好在家里休息可能7到10天 不要过度的活动 可以减少这个组织液的产生 再来的话 抽脂的部位呢 要再抬高一点 让这个水分能够顺利的回流到身体里面 饮食上面呢 会建议不要吃太咸太辛辣的一些食物 吃了这个过多的盐分在身体里面 可能产生比较多的水分 最后我们也会建议可能可以搭配一些 束后的蜈蚣草 一些中药的调理 可以让我们水分改写得更快 我是院长邱大瑞医师 职业13年以上美胸之人 追踪我 带你安心追求梦想中的快乐与自信 优优独播剧场—— jo